同学们好 这节课给大家讲一讲深远的构图 深远构图就是在前面站在高处 往远处深处这样一种构图 它的特点是曲折忧远 在画的时候应该充分发挥俯视的效果 下面请看泛画 作为前景它也是压得很低的 然后一层一层的向远处推 注意每一层的层次 有两层三层四层五层这样推下去 如果是立幅的构图可以推得更远 深远构图要注意 画构图的时候不要太直观 要充分发挥一些景物的互相遮挡和隐藏 比如说这儿树后面隐藏着沙滩 山峰后面隐藏着幽谷 房子后面又隐藏着水 这样曲折转转再转这样过去 一直到很远的地方 所以在幽默的时候呢 近处可以浓一点 逐步逐步 担下去 总之要在这个平面的构图上 体现出一种深远的意境来 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张 先画静景 静景可以压低一些 勾出三十 注意它的腐蚀的关系 三十应该是表现出它的三级的关系 足以三级的转折 先勾 然后再加村 足以三级的转折 足以三级的转折 可以画松树 松树可以在松树上 画出一种腐蚀的感觉 也就是松树的部位要多一些 这样多一些 松树也要一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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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标是后面的松鼠的松队 它有一种腐蚀的感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后面再画一些水 中文字幕志愿者 再画一些水 再画一些水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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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庭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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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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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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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